眼前这个牙牙血雨的孩子 一出生便拥有着强大的魔力 随意散发的威压 都让街声的铲博不寒而滤 因为在这片大陆上 从未有过如此可怕的魔力 而这个孩子之所以如此强大 是因为他的灵魂来自仙剑 前世的他 为了守护师父留下的神物 太极魂时 受到了满天神佛的威杀 此物可以打破现有世界的法则 让人拥有成神的资格 为了不让神物落入此等 无耻之徒手中 他以原神为代价 召唤出了明府神殿 回宫之人见此情景 纷纷落荒而逃 若是被卷入其中 即便是先皇 也只能行神俱灭 可当他们见到明府之路的时候 就已经为时已晚了 所有见证者都得与之陪葬 眼见无法逃脱 众人纷纷转头 开始问候他 可他只是单手终止 略表违境 下一刻 所有人的神魂开始瓦解 就在他即将堕入之际 他的师妹冲了进来 并用自己的灵魂 强行打开了太极魂石 将自己师兄的元神 寄存在其中 师妹微笑地望着自己深爱的大师兄 所有的言语都在此刻定格了 可刹那间 他被明府的天罚击中 眼见师妹就要落入明府之中 他当即跳出了魂石的保护 冲向了师妹 可即便是太极魂石 也无法抵御明府之力 轻刻间便破裂了 而一分为二的魂石 分别进入了两人的身体 下一刻 两人的身躯逐渐消散 他不甘地伸出手 想要抓住师妹 可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从自己眼前消失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 映入眼帘的是个美丽的精灵 虽然他没有了前世的修为 但因为魂石的运动 他感受到自己母亲的生命力 正在快速地流逝 果不其然 下一秒 他便无力地瘫软在地 见此情景 他将自己体内残留的灵力 勾给了他 毕竟力量可以重新修炼 生命却无法再次重生 可突然间 两个男人闯了进来 急忙来到他的身旁查看情况 而眼前这个男子 就是他在这个世界的父亲 虽然母子平安 是可喜可贺之事 但面对自己儿子 这与生俱来的强大魔力 两人也有些伤脑筋 毕竟在没有足够的实力 保护自己之前 再耀眼的天才 也有陨落的可能 但好在他重生的 这个龙血家族 是个以力量无人的家族 如今的他 拥有半个太极魂石 修炼将会事半功倍 随后就是要找到 自己的师妹 他或许也重生到了这个世界 当叱咤仙界的大佬 重生到魔法世界 会发生降维打击吗 重生后的张道林 此时正面临着 七大姑八大姨的宠密 此时的他还没有取名 需要经过这个时代 特有的洗礼 几日后 洗礼仪式如期举行 美丽的精灵母亲 将他放在了高台上 等待着大祭司的到来 而张道林不愧为仙界天才 此刻竟然还在修炼 他发现这个世界 虽然没有灵气 但魔力也可以用于修炼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他还在专心 感悟着魔力时 一个富力堂皇之人 将他高高抱起 而此人正是王国的皇后 也是他的姑妈 一旁的这个猥琐大叔 就是国王了 不得不说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在一阵短暂的恭维后 光明主教 以及十星王妃 也来到了此地 眼见一个妾妃 也敢登上台面 王后很是生气 可光明主教 却在中间打起了圆场 只因这个王妃是他的妹妹 可光明教会 真的有那么强大吗 竟可以如此随意地 挑衅王后的权威 随后王妃的邪恶之手 还伸向了张道林 就在他以为自己 奸计得逞之际 张道林放大了 没错 明面上的放大了 而一身污秽之人 是不允许参加仪式的 所以张道林 又落入了主教手中 真是刚出狼窝 又入虎口 为了避免自己 独特的倒数灵气 被他发现 他只得隐藏自己的能力 主教眼见众目睽睽之下 无法坐手脚 只好老老实实地 完成了习礼 而后就到了 给他取名的时候 他的父亲 将他高高举起 为他取名到 克莱龙雪 以后 我们就给叫他克莱了 在此之后 克莱度过了 无忧无虑的三年 已经长成了一个 到处捣蛋的孩子王了 时刻都想着 如何甩掉自己年人的母亲 好独自修炼 原本想着 一如往常修炼的克莱 却听见了女孩的哭泣声 寻声望去 五皇子和他的两个小跟班 正在欺负两个小女孩 一身正气的克莱 自然不会放任不管 当即出言阻止几人的恶行 然而五皇子 仗着自己皇家的身份 根本不理克莱的威胁 一旁的跟班 倒是出言劝解五皇子 因为克莱年仅三岁 就掌握了魔法 五皇子却不以为然 才三岁能会什么魔法 而后大意凛然的说道 看在龙穴家 给我们当这么多年狗的份上 快滚 可还没等五皇子说完 克莱就不见了 转眼便来到了两个女孩跟前 检查他们的伤势 五皇子见他无视自己 怒火中烧 当即表示要给他一点教训 而克莱则一副无所畏惧的模样 随后 五皇子卯足力气 将克莱扔了出去 可他一个优美的空中转体 稳稳地落地 五皇子当即和自己的两个 跟班摆好了架势 下一刻 克莱嘴脸微微上扬 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 别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三级魔法 在一个年仅三岁的孩童手中 竟如此轻易地施展出来 仙界大佬重生魔法事件 会点火花 带闪电不是很正常吗 在五王子和两个 跟班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克莱竟发动了 高阶魔法师 才能操控的三级魔法 五王子虽面露难色 但他笃定克莱不敢对他动手 而后转头对着两个女孩 认识一顿拳打脚踢 此时的克莱已经面露凶效 因为这一幕 是他自己曾经经历过 任何强者都是由弱者变来的 那时的他 也不过是个人人 可以欺凌的起来 若不是遇见师父 可能他早已恨死街头 而五王子的这幅面目 克莱已经见过太多次了 两个跟班也是掏出了武器 其中一个更是想要杀了克莱 以此来获得皇族的信任 轻刻间 两把利刃冲向了克莱 从两人的攻击中 克莱也感受到了久违的杀气 人欲杀我 我自当杀人 可克莱也不想因此 而给家里惹上皇族 但若是正当防卫就不同了 即便是皇族 也没有理由找他麻烦 所以克莱故意解除了太极气场 让自己受到一些伤害 两个跟班见克莱 连这种攻击都没有挡住 心中窃喜 谁知 这只是克莱的计谋而已 现在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手了 一招呼有麻痹不足的水灵术 牢牢地困住了两人 躲在后方的五王子 也没有幸免一难 口中还大喊道 我可是五王子 是皇族之人 还没等他说完 腾曼就已经不由地加紧了 一声惨叫传到了克莱姆亲耳中 克莱面带微笑地走向了 对他几杀心的小子 在他一脸的惶恐中 克莱姆亲也寻声赶来 水灵术自带水属性 与之组合的 当然是拥有雷属性的掌心雷最好了 随着天空一声巨响 克莱的掌心雷击中了这个小根 刹那间 小根班就成了一具焦黑的尸体 港官克莱也因为强行运用灵力 召唤掌心雷 而力竭倒地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 已经被母亲带回了房间 面对母亲温柔的指责 克莱只感到心中暖洋洋的 但听说母亲 治好了那几个小混蛋 克莱立马坐不住了 但好在那个根班被掌心雷劈熟了 即便是他也无力回天 望着克莱一副忧心的表情 母亲当即劝解道 我们是出于自卫才失手杀人的 即便是皇族 也拿我们没办法 所以你不用担心 随后母亲亲拍克莱的肩膀 表示他还是太冲动了 克莱以为母亲 是责怪他与五王子作对 下一刻 母亲却笑出了声 将克莱一把拥入了怀中 说道 我只是担心你太过耀眼 年仅三岁就达到了 高肩膜法师的水准 以后会有歹人对你图谋不轨 而且我们龙雪家族 谁人手中没有几条人命 不管怎样 你的背后永远都有龙雪家族 和精灵异族的支持 听见母亲这样说 克莱心中更是喜悦 前世的他 可从来没有经历过所谓的母爱 与他相伴的 只有师父和宗门妹的师兄弟 没过多久 克莱的父亲达尔也来了 虽然王室不会追究克莱的责任 但条件是 他们要封印克莱的魔力 母亲听见这个条件 当即对自己老公一顿指责 这种条件怎么可以答应呢 克莱的天赋有目共睹 若是任由皇族扼杀如此天才 不如我马上将他带回精灵族 面对自家老婆的强势 达尔也是心有愧疚 不敢与之争辩 随后一个奇怪的老头 从达尔身后跳出 对着母亲一顿摇晃 让他冷静点 表示这样是为了克莱好 教会只是将他的一部分 魔力封印 等他自己实力变强后 封印就会自动解除了 母亲文言还是表示了怀疑 克莱听完老头的话 心中也有了自己的打算 因为他所用的 并不是这个世界的魔法 而是灵力转换来 即便魔力被封印了 用灵力突破也是分分钟的事 随之答应了皇族的条件 自愿被封印 过了几日 在老头的袋子下 几人来到了封印仪式 当克莱躺在台上时 几个魔法师当即发动了封印 正如老头所说 这种封印 并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损害 可突然间 一股剧痛从丹田传来 给他施加封印的魔法师中 竟然有光明主叫萨斯 他对着克莱耳边说道 我说过 我已经盯上你了 忽然一股强大的魔力 涌入了克莱体 让他痛苦万分 先借大佬转生一世界 竟被人用魔法封印 但好在大佬用的是 灵力并不是魔法 眼见自己的天才儿子 被光明主叫迫害 精灵母亲正对着国王 和老头大发雷霆 而无能的国王 因为忌惮是新家族的势力 竟把矛头转向 两个手无腹机之力的小女孩 可怜的女孩 并没有做错什么 就要被国王处死 精灵母亲 当然不是国王这类 不分青红皂白之人 他只是担心自己的儿子 就这样长睡不起 但这两个女孩 并没有做错什么 而此时的克莱 全部用在太极神功上 下一刻 终于是突破了大主教的封印 精灵母亲泪眼婆娑的 望着虚弱不已的克莱 不知道如何是好 一旁的老头直呼不可思议 还从来没有人仅靠自己 就能突破大主教的封印 克莱可以说是第一人 听见如此称赞 克莱也有点脸红心跳 可又不能把自己 会太极神功的事说出来 只能胡扯了 好在是把大家糊弄过去了 随后精灵母亲要求老头 立刻解除克莱 身上其他的封印 但老头表示 他无能为力 克莱能够靠自己 突破大主教的封印 已经是奇迹了 其他的只能靠他自己恢复了 如今的克莱 也只能运用三级魔法 精灵母亲文言怒不可遏 难道自己精灵异族的天才 就这样被他们葬送了吗 老头急忙表示他的母亲 也就是精灵女王 或许有办法 而就是这样不靠谱的老头 竟然是王国的大祭司卡拉 克莱听完他们的交谈后 霍达的表示没关系 只要人还活着 就会有办法的 毕竟方法总比困难多 精灵母亲文言 也是会心一笑 自己儿子都这样说了 他还能怎么办 他也只是痛恨自己 没能保护好克莱罢了 眼见事情落入了尾声 国王此时也出言道 若是需要任何补偿 他都会答应 但克莱的要求 却是让两个女孩 能够在大祭司生旁 学习魔法 国王当即答应了这个要求 两个女孩 此时还不敢相信自己 听见的一切 只是呆滞地望着克莱 默默地抽气 几天后 克莱即将出发 他前往精灵一族 寻找解除封印的方法 此时两个女孩 慌慌张张地跑来送别克莱 对他表示了最真诚的感谢 因为从来没有人 对他们这么好过 随后还从背包中 掏出了一样东西 定睛一看 是一只小型的天鹰 他们两个当初 就是为了救这个小家伙 才会得罪五王子的 如今 为了报答克莱的救命之恩 也就将他送给了克莱 而后同心为敏的克莱 给他取名为雷达 下一刻 少女懵动的心 在克莱面前 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 就这样 克莱离开了王国 踏上了领土 他那不正经的老爹 此刻竟然还有心情 调侃克莱 小小年纪 就得到老爹的真传了 两人狼狈为奸 一拍即合的表现 让一旁的精灵母亲 怒火中烧 当即制止了两人的闹剧 因为克莱的爷爷 自从知晓克莱的遭遇后 就一直闷不出声 一脸的阴沉 克莱望着自家老爷子 这一出表面的杀气 也是不自觉地咽了下口水 就在离开王国领土的刹那间 老爷子立即吩咐自己的得力干将 乔 回去将一些不该出现的人 都抹灭干净 乔当即领命表示自己明白了 克莱的父亲闻言 立即出言劝解老爷子 国王内是不允许发生私斗的 一旁的精灵母亲 也是出言复合道 可此时的老爷子 已经起了杀心了 虽然不能直接宰了幕后主使 大主教 但他养的那些情妇和私生子们 就没这么走运了 既然敢对克莱动手 那就要有所觉悟才对 从那一刻起 我们就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 况且这一切 也是在国王的默许下的 毕竟他也需要我们来制止 正在快速壮大的十星家族 就这样 仙界大老李盗灵的异世界之旅 开始了新的征途 当魔法和仙法组合到一起 会发生什么呢 克莱将身外化身 连接到宠物雷达身上 这样的话 即便是几公里外的镜像 也可以时时传送回来 克莱的爷爷 望着手中的水晶球不可置信 克莱却随意地说到 一个小魔法而已 不仅如此他还以炼丹的手法 做了一些要紧 就如同这个世界的炼金师一样 爷爷文言一把抱住了克莱 想不到天佑我龙血架 失去一个魔法天才 又得到一个炼金奇才 突然 克莱大叫着让车队停下 因为他从水晶球中 看见不远处 有什么强大的东西正在争斗 母亲觉得应该是一些强大的魔兽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战斗 我们还是静观其变吧 于是他们转头 来到了一座小城 但克莱对刚才的画面念念不忘 因为那可是九级魔兽的战斗场面 这种级别的战斗 可不是随处可见的 于是克莱决定必须去搞清楚 夜深人静之际 克莱通过跑了出来 并将体内的太极魂石 幻化成无极金莲 随后克莱驰骋着金莲 飞向了刚才魔兽战斗的地方 只能说不愧为九级魔兽 打了一天一夜了 还没有分出胜负 克莱敲咪咪的来到了战场 望见一头无比巨大的熊正和一条 有着九个脑袋的大蛇扭打在一起 虽然大地之熊是九级尚未魔兽 而九头蛇只是九级中未魔兽 但眼前这头大地之熊 显然还没有成年 独自面对九头蛇 取胜的希望非常渺茫 眼见大地之熊即将落败之时 克莱见他可怜便传言给他 自己可以帮他活下去 但大地之熊似乎并不领情 还扬言道 等他打赢这条臭虫后就吞了克莱 但克莱并没有感到脑目 反而跟他打起了赌 若自己帮他战胜了九头蛇 那他就得成为自己的魔宠 但生性高傲的大地之熊 当然不会接受这种要求 但眼前的强敌 又是自己无法战胜的 克莱玩味的说道 快点选吧 我好困啊 大地之熊闻言并没有回答 一把抓住九头蛇的身体 一股瞬间爆发的力量 将九头蛇震飞出去 随后他也是气喘吁吁 看来刚才那招对他自己的消耗 也非常巨大 于是他询问克莱 真的可以帮他赢吗 克莱表示没问题 不过需要他的立誓 毕竟谁会相信一个 九级魔兽的口头承诺呢 于是克莱和他定下了灵魂契约 主若死则扑野亡 随着两者心意相通 一股魔力笼罩了他们 从此刻起 契约已定 在面对如此凶浓的家伙时 即便是仙界大佬 也招架不住啊 在与九头蛇的战斗中 尚未成年的大地之熊 显然不是低声 于是他选择相信克莱 一个抱步再次冲向了九头蛇 而克莱则在后方调制药剂 随后找准时机 驾驶着金莲来到了大地之熊身旁 将药剂洒向了他 顷刻间 大地之熊体内的魔力疯狂飙升 甚至开启了必须成年后 才能拥有的光甲 可是 为了一举击杀九头蛇 他关掉了光甲 将所有的魔力都聚集在一起 一招竭尽全力的兽王咆哮 震撼了整个森林 刹那间 就将九头蛇的九个脑袋 一同击毙了 随着九头蛇的倒下 这场顶级魔兽之间的较量 落下了帷幕 事后大地之熊 很是好奇克莱 给自己用的是什么东西 克莱虽然回答了他 但是对于他的态度很不喜欢 下一刻 刚刚还凶狠无比的大地之熊 就像个小狗狗一样 沉浮在克莱脚下 而后两者又为了名字 大吵了一架 毕竟大地之熊的本名 实在太拗口了 所以克莱给他取名为皮皮 并询问他能不能变小一点 毕竟体积太大 容易引人注目 见状也是开心不已 随后将他抱到金莲上 想着趁母亲还没醒来赶回去 可谁知 克莱的脚刚踏上去 金莲就不堪重负地掉在了地上 随后 两个幼稚鬼 为了找出是谁的原因 导致金莲飞不起来 而吵了一架 无奈之下 克莱只好让皮皮 先将自己拖到森林边缘 可就在他们临走之际 克莱突然发现 九头蛇的尸体上 出现一个巨大的水晶 克莱好奇地询问皮皮 那是何物 随后了解到那是魔盒 在高阶魔兽死亡后才会显现 虽然魔盒是炼金的好材料 可惜现在的他带不回去 于是他们也只好先行离开 而客房内 精灵母亲醒来发现 克莱不见了 心里很是着急 正当他们手足无措之际 克莱抱着呆萌的皮皮回来了 两人见克莱没有出事 这才放下心来 父亲还好奇地询问克莱 从哪里捡回一只小狗 克莱向他解释道 这是熊 而且自己是因为 听见他的叫声才跑出去的 并且已经和他签订了契约 母亲闻言俯身蹲下 轻柔地训斥了克莱一番 让他下次不要乱跑了 说完后 母亲脸上露出了一丝痛苦 想来是最近为了队伍 补给的是过于操劳 再加上之前 克莱不见了有些着急 克莱此时发出了疑问 队伍的实物都是从何而来的 因为他一路上都没有看见 托运补给的马车 而后精灵母亲 向他展示了一个戒指 就如同仙界的储蓄戒一样 里面有着足够的空间 用于储存 克莱转念一想 这个东西 不正好可以用来回收 九头蛇的魔盒和尸身吗 甚至可以将魔兽收集的财宝 一起打包带走 当你遇见一个财米老妈 你会怎么办 当然是爽着他了 克莱在得知母亲手中 有储存借后 将森林中九头蛇尸身的事 告知了他 母亲得知后 首先是很惊讶 其次是想着 怎么从自家儿子者 弄点到自己腰包中 因为王国规定 野外的财宝 谁发现就归谁 在母亲的糖衣炮弹下 克莱还是没有招架住 带领着龙血家族 来到了九头蛇尸身的地方 虽然途中很不爽 闹了点脾气 但好在自己还有一半 而另一半 也是落入自己人手中 不算很亏 不久后 众人来到了目的地 不得不说 九级魔兽的体积确实惊人 并且保存得十分完整 随后母亲下令 所有人将九头蛇骨肉分割 再出一组人 去寻找九头蛇的巢穴 因为高阶魔兽 都有收集财宝的习惯 可这个命令 却让手下的人犯难了 因为九头蛇的巢穴 都十分隐蔽 即便全力搜查 也需要好几日 这样的话会耽误 前往精灵族的日程 母亲文言心中 也泛起了嘀咕 放着如此庞大的宝藏 不去拿 实在是不甘心 克莱知道 他登场的时间到了 魔兽之间 有着独特的联系 皮皮可以顺着这个联系 找到九头蛇的巢穴 精灵守卫文言 很是开心 以为一旁的这个凶猛小狗 可以帮忙找到巢穴 下一刻 在他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皮皮幻化成了一只 成年棕雄的体积 毕竟九级魔兽的真实体积 实在太过庞大了 不久后 在永蒙无畏的皮皮的带领下 众人找到了九头蛇 留下的宝藏 但克莱对这些金银珠宝 没有兴趣 他跟着体内灵力的指引 找到了一具骷髅 这块盾牌 是由一个八级尚未魔兽 烈焰红石的魔盒打造而成 但他刺刑的真正目的是这个空间剑 不仅如此 克莱还在戒指中找到了 一把宝剑和一本日记 根据精灵母亲的描述 这把宝剑被赋予了三种属性 是宝物中的宝物 而这本日记 是大陆最伟大的炼金术师 格林戴尔留下的 而后按照约定 母亲拿走了一半的宝物 财明母亲此刻已经笑开了花 随后霸气一挥手 所有人又踏上了旅途 后来克莱知道了母亲 为何非要从自己这拿走一半的宝物 目的是为了献给精灵女皇 但克莱那慢了 不就是自己外婆吗 大家都是一家人非要送礼吗 母亲解释道 精灵女皇不是他外婆 而是真正的精灵 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 我们不过是他们的代言人罢了 而且此次解除克莱封印的人 正是精灵女皇 克莱也终于是明白了 母亲的良苦用心 并保证自己 一定会克服这个封印的 母亲文言自豪地举起了大拇指 但实际上 克莱自己心中也没有底 因为现在的她 不过是个几岁的孩童 并不是当初叱咤仙界的张道林 传说中 圣之大陆的魔法师 最多可以使用十二级魔法 而精灵以及龙族 却可以使用十五级魔法 在实力上更是接近于神明 克莱和母亲 在获得九头蛇的财宝后 便来到了精灵之城 这里的人民 都在欢呼着公主的回归 也就是克莱的母亲 此时 克莱的外婆也出现了 而这年轻女子 便是精灵女王 克莱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眼前之人 与其说是外婆 不如说是母亲的姐妹 女王听自己小外孙 这么会说话 更是爱不释手 母亲见状急忙劝阻 深怕克莱窒息而亡 而克莱也不出所料地晕倒了 随后几人来到了宫殿 在这里女王 查看了克莱的封印 可即便是圣之大陆 最强五人之一的精灵女王 也对这个封印束手无策 当即吩咐下属 去找大祭司要个说法 若她想蒙混过去 我就亲自去替她清理门户 随后 一股磅礴的杀气 猛然爆发 让一旁的几人心惊胆战 克莱此刻心中也是一惊 虽然她知道 外婆是五大强者 但没想到 仅仅是杀气 就能让人如此荡汗 而后女王表示 这件事 只能求助精灵女皇了 但她也很乐观 即便出现最糟的情况 她也会把克莱培养成 最优秀的炼金师 可是克莱还没从 刚才的震惊中缓过来 询问道 难道还有比您更强的人吗 女王淡然地说道 我只不过能使用 十二级魔法而已 虽然在人类范畴内 算是强大的了 可精灵女皇 以及传说中的龙族 都可以操控十五级魔法 早已超脱了人类的范畴 向克莱解释完后 女王便和母亲离开了 克莱却止不住地 开始唉声叹气 因为她以前的观念 完全被颠覆了 克莱一直以为 十二级魔法 就已经是这个世界的巅峰了 想不到 竟然还有十五级魔法的存在 皮皮表示 是克莱自己老土了 即便十五级魔法的确少见 但十二级的魔法 实在是太多了 但凡是成年的龙族 都可以使用 克莱却从皮皮的话语中 抓到了关键词 龙族 随后小小年纪的克莱 竟对一只未成年的小熊熊 使用激将法 而心思 单纯的皮皮果然上套了 直接把自己的龙族朋友 卖得一干二净 当他意识到自己中计时 已经为时已晚了 克莱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拜托皮皮带他 去见见世面 皮皮却长叹了一口气 表示自己虽然留下了魔法坐标 但是不行 克莱见他支支吾吾的 一副不耐烦的神情 对着皮皮一顿指指点点 皮皮却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们两个约定变强后 才能通过空间门去找他 但我修行了几十年了 魔力还是不够 克莱以为是什么大事 不就是魔力不足吗 随后拿出了一颗土灵丹 专门增长土元素魔力的 皮皮望着手中的土灵丹 心想 跟着这小子果然不亏啊 随后将其一口吞下 刹那间 一股磅礴的魔力 从皮皮体内涌出 在他将这股力量 彻底吸收后 一声熊的力 将通往他的 龙族朋友的空间门打开了 克莱见状大惊 这与仙界的传送法阵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 强如神明的龙族中 竟然也存在阴阴怪 克莱通过皮皮开启的空间门 来到了雪山 谁知克莱突然掐住皮皮 疯狂摇晃 只因他自己之前 只在一龙族两字 完全忽略了地底是雪山 若不是有太极神功护体 克莱估计就不交代在这儿 随后皮皮指向一个方向 两人朝着那里走去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山洞 而皮皮的龙族朋友 就居住在此 里面的龙族与皮皮一样 都是未成年的状态 随着皮皮的吼叫 洞穴中传来了一阵声响 就如同恶魔低语般 让人毛骨悚然 克莱寻声望去 只见一头晶莹剔透的巨龙 窝在成堆的金山之上 皮皮向他介绍了克莱 以及他对自己的帮助 而克莱也壮着胆子 向巨龙提娜伸出了友谊之手 虽然他表面上淡定自若 可心里止不住地泛起嘀咕 不是说未成年吗 这尼玛这么大一坨 下一刻 让克莱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 提娜一转之前低沉的嗓音 竟变成了一个甜妮妮的萌媚音 而他之所以故意装作很老臣的模样 是因为他以为这样 就可以喝退某些不怀好意之人 但通过皮皮的讲述 他相信克莱不是那种人 便回到了平常的模样 随后皮皮请求提娜 给克莱讲述一下 关于龙岛的故事 而在提娜的印象中 对于龙岛也只有无尽的敬畏之情 因为那里是个以武为尊的地方 实力才是一切 提娜自从父母去世后 就失去了庇护 所以他才会来到这个极寒之地 这里更利于他修炼 而后他拜托克莱 能否也像给皮皮的丹药一样 给他也弄一个可以提升实力的丹药 并保证可以为克莱浴血奋战 只要不动他的财宝就行 克莱文言也是一阵阵无语 心想这龙族是有多才你啊 而作为龙族的提娜是属于水系的 克莱摸了一下裤兜 发现正好有一颗水灵丹便给了提娜 克莱仰头望着眼前的庞然巨物 心想还好有水灵丹 正愁怎么和龙族搞好关系呢 提娜望着眼前的水灵丹 感受到了其中无比纯净的水元素之力 在他服下后 一股清澈而又爆裂的魔力流遍了提娜的全身 让他都忍不住的发出了龙吼 片刻过后 提娜向克莱表示了最真挚的感谢 并给了克莱一样东西 这是提娜的灵片 上面附有传送魔法 只要克莱捏碎它 提娜便会传送到她的身边 克莱收下礼物后 还顺手夸奖了一下提娜 真是个既漂亮又温柔的女孩啊 皮皮文言都无力吐槽了 想不到这小子连龙都敢聊 随后克莱和皮皮就回到了房间 但恰巧此时她的外婆来了 两人顿时汗流加倍 但好在传送门及时关上了 而精灵女王是来告诉克莱 她身上的封印就连精灵女皇 都没有办法破解 克莱文言也有些失落 虽然她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而外婆望着一脸愁容的克莱 不由的心疼起来 立马蹲下宽慰克莱 让她放心 女皇答应等她长大后 让一名强大的元素精灵 和她签订契约 克莱文言心情也是好了不少 并表示自己会想办法破解封印的 随后外婆决定将克莱留留 在自己身边学习练金术 即便无法成为最强大的魔法师 也要让她成为最伟大的炼金师 而后外婆带着克莱 来到了精灵族的炼金室 这里有着整个种族的卷轴 武器 魔药等等 克莱望着这海量的藏物 心中万分激动 随之她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光球 外婆解释道 这是一个困扰了精灵族几百年的任务 寻找丢失的神器 魔法神的祝福 并且精灵女皇承诺任务完成者 可以得到一万名精灵战士十年的效忠 克莱文言大惊 这可是堪比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啊 随后克莱表示 若是自己做一根一模一样的神器 交给女皇 是不是也能得到相同的报酬 外婆说理论上没有问题 但这项任务无比艰难 克莱却并没有知难而退 反而激流永静 因为想要成为最强的炼金术师 就得造出超越魔法师祝福的神器 张道林在陨落之际 望着眼前消散的师妹 心中有着万般不甘 自从重生异世界后 每一刻都在寻找师妹的下落 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他了 克莱虽然没有解开身上的封印 但他还是决定 留在外婆身边学习炼金术 三年的时间悄然流逝 慕然回首仿佛如昨日 克莱和皮皮在这里 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特别是克莱的炼金术 更是突飞猛进 他高举手中自己打造的宝剑 对着前面的巨石奋力一挥 下一刻 数十米高的岩石青刻间 便组终瓦解了 一旁的两个精灵互卫健壮 也是高呼克莱少爷侯赛雷啊 但克莱自己却觉得还不够 即便他将前世道家的炼器 融汇到炼金术中 也无法突破两种元素的鸿沟 正当克莱望着手中的宝剑 思索之际 守卫突然高呼起来 因为他忘记一件重要的事情 精灵女王正到处找克莱 而克莱也是一惊 这种事情怎么不早说 难道是上课时间提前了 要死 外婆会不会生气了 随后克莱和皮皮一路狂奔 来到了上课地点 当路过魔法神的祝福时 克莱停下了脚步 他很是好奇 这里面是如何融合五种元素的 他耗费了三年 都没有搞定两种元素 受到打击的克莱 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真有这个东西了 此时精灵女王恰巧走来 说道 当然有了 克莱文言望向了外婆 表示自己并不是真的怀疑 只是好奇 自己以后 一定会造出比他更强的神器的 外婆文言竖起了大拇指 对于自己的这个外孙 他有着十二分的信心 并表示克莱马上就要 离开精灵族了 克莱文言有些惊讶 外婆解释道 如今的他 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教克莱了 剩下的 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东西 并且 克莱的爷爷 老是给自己发信息说想孙子了 望着外婆满脸的愤恨 克莱也不敢再出声 随后外婆和矮的俯身蹲下 安抚着克莱 他会默默等待着克莱战上链 金石巅峰 以及突破封印那天 过了几日 克莱带着皮皮和一群护卫 踏上了返回龙雪家族的路程 而他和石兴大主教之间的恩怨 当然也得清算一下 另一边 在暴风城中 王宫魔法训练场内 王国三王子正和一头血狼战斗 而石兴大主教也在一旁教导他 突然 血狼突破了三王子的魔法 下一刻 猛地扑向了筋疲力尽的三王子 可刹那间 他就被石兴大主教击杀了 面对三王子的实力 大主教很是不满意 如今的他 竟然连三级魔法都无法做到顺法 而龙雪家的小子 三年前就能做到了 三王子闻言心中万般不甘 反驳道 他不过是个被封印的废人而已 我随手就能将他灭了 大主教摸了下胡须表示 你的机会来了 因为克莱近日即将返回暴风城 说完便转身离去了 临走之际说道 只要不被抓到把柄 随你怎么闹 三王子当即让手下准备好行装 他有大事要做 一个身披黄金战甲的将士当即领命 而克莱这边 他和皮皮正悠闲地到处游玩 正和皮皮吵得不亦乐乎之时 却听见前方有争斗声传来 定睛望去 两个男子正在欺负一个小女孩 而这个萌萌哒的小姑娘 让克莱想起了 因就自己而欲允倒消的师妹 小 仙界大佬从生意世界有多猛 年仅六岁就能使用五级魔法 还是好几种 克莱在返回暴风城的途中 遇见两个小子欺负一个小姑娘 身负正道之光的克莱 当然不会坐视不管 可两个小子完全不care克莱的威胁 克莱随之从皮皮背上跳了下来 并说道我帮他还 其中一人听见后连声大笑 原来是赶着来送钱的 随后狮子大开口道 一百金币 小女孩文言着急了 明明自己只欠他们三金币 男子却说多余的是利息 克莱却表现得风平浪静 从背后拿出了一袋金币 随手丢给一旁的皮皮 并叮嘱道 可得让他们好好收着 皮皮文言当即明白了克莱的意思 向着两人冲了过去 在一只三米高的棕熊的咆哮中 两人连滚带爬的球扰着 随后丢下了抢来的东西 落花而逃 这里我就不得不说一句了 你都看见他 骑着一头熊了 怎么敢招惹他 而后克莱绅士地扶起了女孩 然后了解到 他之所以欠那两个恶棍钱 是为了给病重的母亲买药 并介绍了自己名叫仙雅 克莱面对女孩的感谢 挠了挠头表示只是路过而已 可心里嘀咕着原来不是仙 只是长得像罢了 随后克莱表示自己队伍中 有一声可以帮忙看看 就在两人聊得正开心的时候 一个不速之客来临 下一刻 一股黑影 刹那间从两人之间穿过 并抢走了女孩的包裹 克莱望着飞走的黑影 以为是刚才那两个混混养的魔宠 随之让皮皮保护仙雅 他去把包裹抢回来 而因为大白天使用太极精联过于显眼了 所以克莱只好徒步追赶 而这指挥飞的黑狗 竟是三王子手下的魔宠 之前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将克莱引到此地 随之身披黄金战甲的将领 发出了疑问 只是对付一个孩子 真的需要如此谨慎吗 多派点人手就可以解决了 三王子文言瞬间暴怒 呵斥道 我只想要克莱死 并不是要和龙雪家族开战 蠢货 随后 一个士兵跑来报告 已经发现克莱了 三王子文言一阵邪笑 吩咐手下一切按计划行事 伪装成他受到山贼袭击 切记不能留下把柄 此时克莱追寻着黑狗来到了此地 但发现有大堆士兵时 他并没有惊慌失措 而排头的士兵 还一脸自豪地说道 我们是山贼 克莱都无力吐槽了 你见过穿铠甲的山贼吗 眼见自己逼真的眼计被戳穿 他也不装了 当即对着克莱拔刀相向 克莱望着 如此数量的骑士 也不免发出了感叹 真是大手笔啊 而刚才的士兵 竟第一个砍向克莱 好在克莱也没有废话 骑手就是五级炼金秘宝 元素卷轴 随之而来的是五级兵系魔法 和五级火系魔法火蛇 骑士都骂娘了 这你马是孩子 克莱此刻开始了凡尔赛 下次小学生的单都不要接哦 随着克莱的意念发动 众多士兵瞬间葬身于火海之中 而躲在岩石后的三王子 和金甲将领逃过了一劫 三王子望着克莱那无可匹敌的模样 心中更是愤恨不平 为何他即便被封印了 也能这么强 而克莱此刻 也察觉到了躲起来的两人 而后 大家最熟悉的盗法掌星雷 又来了 随着天空一声晴天霹雳 一道蕴含着毁灭气息的天雷 竟让美丽的精灵母亲直呼喉塞雷啊 克莱在操控掌星雷 披向躲在岩石后的两人后 正想着去看看是谁在背后搞鬼 谁知两人竟然顺移逃走了 好在是找到了仙雅的包裹 随后克莱从包裹中找到了一开牌子 而这是和龙雪家族一脉相承的 卡扎菲家族的召唤法牌 所以表面上平平无奇 克里面却散发着惊人的魔力 克莱也好奇地想要查看一下 若是使用这个世界的魔力进去 以克莱如今的实力根本办不到 可如果用神念探索的话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毕竟克莱就算前世的修为没有了 但精神力还是跟着记忆一起保留下来了 随着克莱神识地苏醒 他来到了法牌内 而这里就如同岩浆地狱一般 让人炙热难耐 突然他发现了一股庞大的能量 猛然望去一只九级上位魔兽 火凤 正在空中盘旋 而这可不是和皮皮一样的未成年状态 眼前的可是成年的九级上位魔兽 以克莱目前的实力去招惹他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 可他发现火凤似乎被什么东西束缚着 定睛一看 困住火凤的正是精灵族寻找了数百年的神器 魔法神的祝福 此时克莱只需要找个方法 取出神器就可以了 随后他捡起一块石头 用了最简单的声东击西 将火凤的注意吸引住了 随后克莱立即驾驶着精灵来到了神器身旁 双手用力握住杖柄 随着体内灵力的暴动 一举拔出了神器 临走之际还不忘给火凤打个招呼 之后克莱就退出了神识空间 而他也得到了精灵族的神器 望着手中的神器 克莱有些不敢相信 消失了几百年的东西 就这样被自己找到了 难道明明中有谁在牵动着一切 不久克莱听见了母亲的呼唤 并向他打了招呼 母亲气喘吁吁的跑到克莱面前 对着他就是一顿不痛不痒的训斥 并询问之不知道袭击他的这群人是谁派来的 克莱表示幕后主使逃走了 并把自己得到神器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作为精灵一族的母亲望着手中的神器 惊讶的嘴都合不上了 一时间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克莱表示这都多亏了仙雅 并询问他在哪里 母亲却突然一改之前的兴奋 甚至有些低落地说道 那个女孩现在情况不是很好 随后克莱跟着母亲来到了仙雅面前 望着瑟瑟发抖 一直泣不成声的仙雅 克莱询问母亲发生什么事了 他说 这个孩子的母亲就在刚刚去世了 我们还是去晚了一步 望着眼前悲痛欲绝的仙雅 克莱暗暗地下定了决心 自己要保护他 并告知母亲 要把仙雅当成自己的妹妹 母亲文言当然是没有意见 可是给不了仙雅一个名分 因为王国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 克莱却掏出了之前的法牌说 仙雅是卡扎菲的后裔 与我们是同宗同源 随之将封印了九级魔兽的法牌 还给了仙雅 并向他承诺自己一定会保护好他的 于是 这件事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而后克莱拿着神器 想立刻前往精灵族 将他交给精灵女皇换取报酬 母亲却有些担忧 毕竟此地距离精灵族非常遥远 克莱却一下子跳出了马车 说道 自己有办法的 随后克莱对着天空大声呼唤 随着一声咆哮 皮皮稳稳地落在了克莱面前 然后克莱让皮皮找个没人的地方 开启传送门回精灵族 皮皮却吐槽道 这个很费魔力业 没有个百八十颗土灵丹是不行的 克莱望着讨价还价的皮皮 也是满脸的无奈 承诺道 事后练个五百颗 让他一次吃个够 听见如此丰富 傲臭的皮皮 瞬间就打开了返回精灵族的传送门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能让五大强者之一的精灵女王 在众目睽睽之下 嚎啕大哭 就在护卫还在苦恼 如何安抚女王之际 宫殿中竟然出现了传送阵 可护卫 连嫡妻都没来得及说出来 一只巨兽 已经悄然而至 还准确无误地落在他的身上 而来者正是克莱和皮皮 精灵女王望着自己的外孙又回来了 这才停止了哭泣 毕竟她刚刚就是因为 舍不得克莱离开 才痛哭流涕的 随后女王一个剑步 冲到了克莱面前 面对如此热情的外婆 克莱一时也招架不住 直接表明了来意 自己已经找到了神器 魔法神的祝福 女王望着手中的神器 也和母亲一样有些不敢相信 克莱此刻却像个商人一样 和自家外婆说起了条件 毕竟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外婆也没有说什么 因为精灵女王一定会信守承诺的 随后两人通过法阵 摆到了精灵女王的领域 外婆叮嘱道 一定不要乱跑 要是遇见了不认识的精灵守卫 可是会吃苦头的 克莱欣然的答应了 随后她注意到这里的魔法元素 竟然浓郁到实体化 可女王不是说力量正面临枯竭吗 那这里全盛时期的魔力元素 非有多恐怖啊 正当克莱和外婆 发表着自己的感叹之时 她突然收到了别人的求救信息 外婆见克莱停下了 便询问她怎么了 克莱急忙说道 似乎有人正在求救 可作为大陆顶级强者的外婆 并没有听见有人求救 但克莱确信刚才的不是欢听 随后自顾自的跑了 外婆见状大叫着让克莱回来 若是乱跑遇见精灵守卫就麻烦了 反观克莱此刻已经跑远了 而她之所以能够听见 连外婆都无法察觉的求救声 是因为她有着前世 无比强大的神念 随后克莱循着声音 来到了一棵大树下 发现了一个全身被粘住的精灵 于是就有魔法帮她脱困了 而外婆这边还在到处寻找着克莱 突然森林中的精灵守卫 察觉到了一股不属于这里的魔力 顷刻间便从外婆身旁扶过 外婆望着离去的精灵守卫 心想不会是克莱出事了吧 而这个小精灵之所以被困 是为了找蜜糖吃 克莱文言都笑了 因为刚才那个是松油 可不是蜜糖 小精灵文言暴怒反驳着克莱 我当然知道蜜糖是什么样 而后自顾自地拿出了书籍查看着 可恶 上面不是说黄澄澄的就是蜜糖吗 克莱见他这呆萌的样子 都忍不住出声道 可不是所有黄澄澄的东西都是蜜糖 精灵听克莱挖苦自己 也是当即做出了反击 下一刻望着克莱掏出的蜜糖 顷刻间就陷入其中了 之前的种种不愉快 早已抛之脑后 克莱见他吃得如此开心 劝解道 慢慢吃 还有很多 突然 小精灵好像吃太快 一不小心噎住了 口中还喊着 小心精灵守卫 而克莱此刻也注意到了 后方急驰而来的气息 刹那间就将八级魔兽护盾了出来 而袭击克莱的正是精灵守卫们 虽说盾牌是由八级魔兽的魔盒打造的 此刻却有些招架不住 精灵守卫的魔法冲击 克莱疲于防守之际 也向他们表明了自己并不是入侵者 可是精灵守卫并没见过克莱的魔力 所以将他当成了入侵者 克莱眼见和他们说不清 也准备动手了 护盾中的烈焰雄狮赫然显现 此刻一旁的小精灵急忙让他们停下 克莱闻言停下了攻击 可精灵守卫们却并没有停下 继精灵母亲和精灵外婆后 金线第三位美女 精灵女皇 外婆听见远处发生了战斗 随后马不停蹄地赶去 深怕克莱被元素守卫们打伤了 可当他感到知己 引入眼帘的是和谐有爱的阴谜 一旁的小精灵 更是摸着自己圆鼓鼓的肚子 打了一个大大的宝格 还向一旁的护卫炫耀道 是不是很好吃 而护卫更是痛哭流涕地表示了赞同 随着小精灵更加向往人类世界了 此时 外婆骂骂咧咧地走向了克莱 以为她发生危险了 克莱解释道 刚才确实很危险 不过好在威娜公主及时制止了他们 外婆闻言有些惊讶 向着公主询问道 女皇知道你跑出来了吗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大大咧咧 还有点蠢萌的精灵 竟然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呢 而后她表示 母亲只会严格要求自己姐姐 不会管自己的 就这样 几人结伴前往了精灵女皇的宫殿 一路上克莱都有些后怕 想不到八级魔兽打造的护盾 竟然都挡不住元素精灵的力量 看来之前女皇的赏赐真的是好东西 不久 几人来到了宫殿 并将神器交给了女皇 望着手中魔法神的祝福 女皇向克莱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克莱也表示道 这是自己的荣幸 突然 女皇一个闪身消失在了宝座上 刹那间来到了克莱面前 而她只不过是想要完成任务的奖赏 将奉上一万名精灵战士十年的忠诚 随着女皇话语的落下 仪式就完成了 而克莱还想要之前女皇答应的赏赐 让一名元素精灵与之缔结契约 女皇欣然答应了 但是得完成复苏仪式之后 而威娜却悄然的来到了 克莱身旁小声说道 你等一下选择契约精灵的时候选我 那样我就可以去往人类世界了 克莱却嫌弃道 你看样子也不太强啊 我干嘛要选你 威娜文言气的直灯腿 让克莱别小瞧自己 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 吵得不亦乐乎 而这一幕幕被女皇尽收眼底 随后几人来到了月亮井 完成复苏仪式 女皇大手一挥 褪去了黑色长袍 如此惊艳的面容 让这漆黑的夜兜不禁失色 克莱也实意地发出了自己的惊叹 随着女皇咒语的施展 神器渐渐飞向了高空 下一刻 一道月光直冲而下 将神器整个包裹起来 而这也代表着仪式完成了 以后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精灵诞生 女皇见此也是兴奋不已 元素之神的光芒 再次普照了大地 所有的元素精灵都举手佳额 高呼着元素之神 以及精灵女皇的威靡 而外婆此时也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但克莱却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如此牛逼的东西 竟然是催产用的 随后 女皇叫来了族中 最杰出的三个精灵战士 让克莱选择一个地结契约 克莱也感受到了三人的强大 他们的力量 甚至在不停地震战着克莱的神魂 但克莱并没有立即做出决定 而是向女皇询问道 我可以跟着自己的内心选择吗 女皇笑脸相迎道 当然可以 所有的元素精灵都行 下一刻 克莱指向了精灵女皇 旁边的威娜 要是我 我就选女皇 反正她说任何精灵都可以 一旁的外婆听见克莱的选择 当即出言阻止了她 毕竟威娜可是未来皇位的候选人 女皇却并没有当即拒绝 而是询问威娜的意愿 而威娜当然是很乐意跟着克莱前往人类世界 女皇此时叹了口气 心想 女大不中流啊 不过几百年前 威娜的诞生让月亮景枯竭 如今让月亮景苏醒之人 却要带走威娜 或许明明中都是注定的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女皇答应了克莱的请求 还给两人准备了惊喜 下一刻 女皇突然从威娜身上抽走了一滴血 并将其注入到克莱体内 随之女皇以无上的魔力宣示道 从今天起 元素精灵皇女威娜 便是克莱龙血的契约精灵 契约成立 至死不休 随着女皇话音的落下 一股磅礴的伟力涌入了克莱体内 仙界大佬转生一世界 成了人人称赞的天才 还将一只九金魔兽收作魔宠 可现在却被两个守卫拦下 还说道 闲人与狗不得入内 克莱在接受了精灵女皇的奖赏后 便和外婆回到了精灵城 克莱对威娜说道 放着好好的王位不要 跟着我走真的好了 威娜表示没关系 反正还有姐姐在 王位什么的给姐姐就好了 自己只要有糖果吃就行了 虽说威娜本身对于王位没有兴趣 可真到那天时 必定会迎来心疯血雨 想来 外婆对于此事也是心知肚明 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 而后为了证明自己很厉害的威娜 告诉克莱 自己可是会大封应数的 并且非常有信心地说道 以后克莱由他照了 下一刻 一个守卫飞速奔来 说道 公主殿下催促克莱小王子快些回去 克莱闻言有些尴尬 他完全忘了加里海 给自己准备了洗尘宴这事了 外婆也催促克莱快点回去 有时间再用传送门来看他 随后克莱和皮皮便传送回了暴风城 却在自家门前被守卫拦住了 还说道 闲人与狗部的入内 克莱和皮皮尴尬地对视了一眼 一旁看戏的威娜早已笑得人羊马翻 克莱当即怒斥道 这里可是我的家 随后精灵母亲也寻声赶来 对着不懂事的守卫 就是一顿训斥 可即便如此 也只有克莱进去了 可怜的皮皮 告诉克莱发生了一件大事 十星大主教将炼金学院 从魔法学校里独立了 克莱却不懂这有什么关系 母亲义愤填膺地说道 进去魔法学院是需要考核的 如今的你只能使用三级魔法 可入学标准是四级魔法 如此一来 你就只能进炼金学院了 克莱文言大惊失色 自己辛苦跑回来 就是为了进去魔法学院 然后突破那个该死的魔法封印的 炼金术我还需要别人教 我教别人还差不多 母亲也明白克莱的心情 可这像决策亡国也同意了 国王就是来着安抚龙雪家族的 克莱才不管这么多 撸起袖子就准备大干一场 还让威娜把他的大封印术准备好 等下心许用得上 威娜当即表示没问题 随后克莱来到了宴厅 见到了国王和十星大主教 而国王还十分热情地和克莱打着招呼 作为该有的礼数 克莱也回敬了国王 随后克莱表示自己想进入魔法学校 学习真正的魔法 十星大主教此时站了出来 说道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你的天赋被封印 如今也只能使用三级魔法 是进不了魔法学院的 克莱咬着后曹牙说道 不劳大主教费心 我早就达到四级魔法师了 十星大主教文言 刚即表示克莱在说谎 克莱表示若是不信 大可找个四级魔法师比试一下 而后十星大主教将三王子推了出来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不过大家都不戳破而已 克莱好心劝解道 顺发的三级魔法可不好懂 三王子可得小心了 听克莱如此说道 三王子也是一惊 自己应该没有把柄落在他的手上才对 他是如何得知那日的人是我 随后两人来到了练习场 由国王担任裁判 知道克莱擅长雷系魔法的三王子 当即给自己上了一点点的土系魔法屏障 还说道 这次你的雷就没那么管用啊 克莱文言笑出了声 这家伙现在是不打自招了吗 下一刻 三王子便发动了进攻 先用远程兵系魔法掩护自己 然后手持兵刃冲向了克莱 随着两人之间的碰撞 精灵母亲也是心头一紧 而十星大主教 一副胜负已定的模样望着场上 和他有着同样想法的三王子 此刻也是兴奋不已 可事实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想法进行 克莱当即打碎了三王子的兵刃 并送还一个五级魔法作为回礼 刹那间 练习场上一片白光闪耀 吃瓜的观众一时间都看不清场上发生了什么 而克莱的这一击顺发五级魔法 也让十星大主教陷入了沉默 难道这小子真的突破封印了 帝国三王子对战转生意世界的天才 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克莱虽然可以顺发五级魔法 可那只是阻碍视野的魔法 对人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本想趁机攻击的克莱也只能无奈放弃 因为三王子在开始之前像老谷一样 给自己加了一点点Buff 但是好在克莱有外援 不用白不用 虽然威娜的大风印术 只能在直径三米的空间内持续五分钟 但对于克莱而言已经足够了 随着威娜体内惊人之力的移动 与之缔结契约的克莱此时拥有了五分钟的大风印术 三王子见克莱一副悠闲的模样 心中气愤不已 四级兵系魔法 朝着克莱狂风乱炸 却被克莱的闪灵盾全数接下 观众见此都惊叹不已 因为克莱挡下三王子的四级魔法的时候 就说明他已经达到了要求 但十新大主教并不承认 说道 只有奋出胜负才行 他不信自己的封印数会失效 而三王子见克莱挡下自己的攻击 咆哮道 这不可能 可他实际上还只是的三级魔法师 为了挡下刚才的攻击 左手已经受伤了 三王子似乎也看出克莱是在虚张声势 双手幻化冰刃再次攻向了克莱 虽然冰刃在碰到克莱闪灵盾的时候 瞬间就会崩坏 可三王子在推进的同时 也不断的重造冰刃 克莱此刻疲于防守 但是也不能直接冲过去 使用大风骤会被人看出来的 而三王子见克莱一支防御 沉不住气了 手持双刃高高跃起 克莱见状知道机会来了 在三王子批到闪灵盾的瞬间 解开了防御 突然落地的三王子有些不明所以 下一刻 只见克莱静止冲向三王子 而三王子见一位防御的克莱 终于进攻了 也是做好了防御手势 可让三王子奇怪的是 自己的魔法为何使不出来 刹那间 克莱一把握住了三王子的手腕 说道 因为我是五级魔法师 对你有压制效果 三王子闻言一惊 他可从未听说过 有压制这一说法 而后克莱也准备让三王子 长长顺发魔法的厉害 可他终究是王室血脉 不能取他性命 随后克莱口中大喊道 独藤树2.0 顷刻间 无数藤蔓拔地而起 而三王子脚下 突然出现了一张大嘴 将他牢牢地困在其中 下一刻 一朵石人花将三王子整个吞入 在国王着急的呐喊中 十星大主教当即吩咐护卫 抓住克莱 面对近在咫尺的利剑 克莱没有丝毫地躲避 他淡然地表示 我这不是赢了吗 十星大主教却说 你虽然证明了 自己有资格进入魔法学院 但你要给三王子偿命 克莱文言轻声孝道 这可是 你自己亲口承认的 随后吩咐道 吐出来吧 四级魔法师 你可消化不了 下一刻 口吐白目的三王子 出现在众人面前 不过只是晕过去了 并没有受伤 国王文言也是松了一口气 克莱随之表示 龙血家族对于王国绝对的忠诚 并询问道 现在我可以进入魔法学院了吗 十星大主教此刻也无话可说 当场宣布 克莱能够进入魔法学院学习 不过大主教表示 这对于你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没想到在魔法世界中 屠杀巨龙的宝剑 竟然是仙界都难寻的九天玄铁 暴风城皇宫内 三王子自从被食人花吐出来后 全身都一直奇臭难闻 呕吐不止 十星王妃见此 心痛不已 更是将所有的一切都指向克莱 还在国王身旁吹枕边风 作为克莱的姑姑 皇妃听不下去了 指着十星王妃气鼓鼓地说道 这本就是鄙视 况且克莱并没有伤害她 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国王见状只好在中间拉架了 这里就有人问了 十星王妃并不漂亮 为何放着美丽的皇妃不宠呢 这也是帝王心术中的一种 权衡之术 不管十星还是龙穴 无论谁过于壮大 对于王室都是致命的 唯有让两者相互牵制 才是上上之策 随着国王的离开 几人又开始谋划 对付龙雪家族的计划 而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克莱 只要克莱消失了 龙雪家族就不会再上一层楼 但是如今的克莱能使用五级魔法 以及五级卷轴 现在回到龙雪家 更是拿她没有办法 三王子一想到当时的场景 就瑟瑟发抖 若不是手下舍命相救 自己可能已经死在克莱的天雷下了 此时 十星大主教突然拿出了一个卷轴 说道 那就想办法让她落单 随后让三王子以皇子的身份 写信给矮人族 向他们借来屠龙秘宝 三王子虽不知具体的计划 但只要能给克莱带来麻烦就足够了 他已经活在天才克莱的阴影下太久了 而作为魔法学院的院长 十星大主教有着足够的信心 让克莱落入自己的陷阱中 另一边 魔法学院的课堂上 克莱竟然在上课时间 趴在桌上睡觉 老师都忍无可忍了 大声叫喊着克莱 突然惊醒的克莱 一时间还有些迷茫 起身左右张望 还以为是嫡妻 讲台上 老师一脸气愤的训斥着克莱 让他解释什么叫魔法控制 说不出来就去打扫魔兽的饲养龙 克莱文言有些慌乱 因为他不喜欢这种理论知识 就在老师的催促声中 克莱望向了窗外 竟有人公开给他小抄 好不容易熬到了下课 克莱立马出来跟仙雅和皮皮打招呼 还感谢了仙雅的提醒 不然就得去清理寿龙了 仙雅文言让克莱上课专心点 这里可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学府 克莱笑道 自己是因为这些都在精灵族学过了 所以才偷懒的 还承诺会让仙雅也进到这里的 其实克莱当初之所以想进到魔法学院 是想在这里寻找可以破解 十星大主教封印的方法 谁知这些老师教的全是基础理论 突然 克莱发现十星大主教神色慌张的离开了 仙雅表示 好像是十星大主教留在外面的封印突然失效了 克莱文言有些兴趣了 什么东西能够让十星大主教的封印都失效呢 于是他决定跟去看看 让皮皮送仙雅回家 可是仙雅也想去还和皮皮讨价还价起来 甚至还使用了撒娇大法 皮皮一时也难以招架 而克莱跟着大主教来到了一个地方 这里人手众多 戒备森严 好在克莱还是寻到机会 溜了进去 在里面克莱确实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封印魔法 可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而且这里的土壤也不像是被魔法侵染的样子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兵来降挡水来土眼 突然克莱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一具无比庞大的龙骨 以及龙头上插着的宝剑 克莱仔细一看 这把剑竟然是由九天玄铁打造的 当妹妹因就自己深入重伤时 它会爆发出多大的能量呢 克莱在发现九天玄铁后 爬上了足足有提纳十倍大的龙骨上 但克莱很好奇 九天玄铁即便是在仙界也是难得的秘宝 为何会出现在这 以实行老家伙的实力根本封印不了它 难道其中有什么猫腻 等克莱反应过来时 已经被守卫包围了 他还想说自己是学生 步入此地而已 可守卫怎会听他胡扯 当即拔刀相向 而不只是此地的守卫 还有实行安排的魔法师 克莱此时也明白了 这是大主教设下的圈套 三王子却认为有点小题大做 六级魔法师加上五级圣旗守卫 竟然只是为了杀的孩子 实行大主教表示 切莫轻敌 如今克莱死在此地 我们可以顺势嫁祸给矮人族 毕竟克莱是在他们的秘境中出事的 随后两人大笑着离开了 他们觉得如今需要做的就是 等着听克莱的丧钟 而另一边 面对五级圣旗 以及六级魔法师的围攻 克莱拿出了七级魔法卷轴 严顿 但也只能阻挡一次进攻 随之而来的是满天的剑雨 克莱翻身躲过后 用藤曼术将圣旗守卫困准 可魔法师的攻击却一个接一个 丝毫不给克莱喘息的机会 好在克莱及时掏出了八级魔兽护盾 此时 经不住仙雅撒娇攻击的皮皮 带着他来到了这里 发现克莱被攻击后 皮皮九级魔兽的魔力猛然爆发 身形也变回了原样 望着手中弱小无助的仙雅 皮皮将他朝着空中猛地丢出去 好在安然无恙地落在了克莱怀中 面对克莱的责骂 仙雅距离力争 要不是我来了 你可就危险了 可此时 暗中一把弓箭已经瞄准了克莱 万分危机之时 仙雅撞开了克莱 替他打下了这一击 望着手中奄奄一息的仙雅 克莱第一次不知所措 而皮皮也被众多魔法试困住了 克莱虽然用掌心雷将贼人击毙 可这并不能挽回仙雅重伤的身躯 暴怒中的克莱 缓步走向了九天玄天 体内的灵力也在愤怒的加持下 增长了百倍之多 他将宝剑高高举起 势必要让这里所有的人 给仙雅陪葬 龙族是魔法大陆最强大 最高贵的种族 当你有个龙族朋友时 你的敌人会是一副什么神情 克莱拔出神器后 将周遭的守卫都屠杀殆尽 只有寥寥几人活了下来 但克莱不会就这样放过他们 对于他而言 这里的所有人都是杀害仙雅的凶手 当他再次运转灵力冲向几人时 残破不堪的双臂 却无法支撑他继续使用神器 由于体内的封印 克莱仅催动一次神器 体内的灵力就已经消耗殆尽了 身体也止不住的颤抖起来 突然 克莱发现仙雅的灵魂正在消散 要是任由灵魂离开 那仙雅就真的无力回天了 好在克莱用仙家道法 将消散的灵魂封印在仙雅体内 皮皮此时也终于是摆脱了魔法师的束缚 想带着克莱和仙雅逃出去 可仙雅现在的状况 绝不能受到颠捕 所以克莱让皮皮先跑回去 将这里的情况告知下来 万一有更多的敌人来了 就真的危险了 皮皮文言一经 当即掉头离去 临走之气说道 你可别死了 几个魔法师在九级魔兽皮皮离去后 才出现在克莱眼前 克莱神情一沉说道 我可不止皮皮一个帮手 随后拿出了龙族提纳留给他的龙灵 刹那间 一股魔力闪电般的消失在众人面前 只是一瞬间就传到了千里之外的雪山中 此刻 提纳也感受到了克莱的召唤 一个魔法师指着克莱忍不住的大笑道 龙族是和其高贵的种族 会听你一个小孩的召唤 下一刻 一头巨龙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魔法师不可置信的望着身后的巨物 一脸的惶恐 克莱随之大叫道 他们伤了我妹妹 我要他们付出代价 随着克莱话音落下 提纳龙族的威压猛然爆发 几个魔法师当即四散而逃 顷刻间 一声声哀嚎响彻了天际 六级魔法师在龙族面前 如同娄一般 脆弱不堪 搞定一切的提纳 却突然换了负面孔 出现在克莱面前 她望着克莱怀中的小女孩表示 她似乎快不行了 克莱说 我暂时把仙雅的灵魂封锁在她体内了 如今需要找到起死回生的方法 并向提纳询问道 这个世界有什么办法可以复活它吗 提纳文言也没有遮遮掩掩 表示龙族的龙灵草可以做到 它不仅可以起死回生 还可以打破人类的界限 突破到十三级魔法师 克莱文言一惊 人类的界限居然可以打破 提纳叹了口气表示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龙族决定再也不会给外族人龙灵草 克莱当即起身说道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自己都要去试试 提纳表示 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传说中的龙皇 他已经消失了数百年之久 体型更是比自己大伤数十倍 克莱却默默地指向了脚下的龙骨 你不会说的是他吧 提纳背经的画风都变了 想不到龙皇的尸骨竟然在这种地方 克莱表示这具龙骨被矮人族藏在了秘境中 能找到才怪 随之克莱用空间戒将龙皇的尸骨收了起来 并准备随着提纳前往传说中的龙堡 就在他们临走之际 却发现外面有着非常浓厚的血腥味 克莱知道一方是十星主教的增援 另一方肯定是文迅赶来的龙血家族 龙族制强者 龙王到底有多强大 无人知晓 但他光是体型就是提纳的十倍 龙血家族在得知克莱被袭击后 当即号令自家骑士团前去营救克莱 并与帝国的暗卫展开了惨烈的战斗 虽然暗卫是效忠于十星家族的 可终究是皇帝的麾下 但老爷子可不管这么多 谁敢对克莱出手他就宰了谁 至于秘境的结界 也被皮皮的兽王咆哮打碎 克莱的父亲当即带领着骑士团攻了进去 此时 十星大主教跑来阻止 还扬言道 龙血家族竟敢攻击暗卫 是想要造反吗 老爷子望着气喘吁吁的十星 只是轻轻地举起了手中的剑 在十星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一道剑气接踵而至 即便十星奋力抵抗 还是重重地撞到大树上 口吐鲜血 老爷子下马后 缓慢走到十星跟前 随之重重一脚踩在十星胸口 并说道 龙血家族对于帝国的忠诚 可不是你几句话就能动摇的 这里就有人问了 十星大主教这么弱的吗 实际他在魔法造诣上 还是颇有天赋的 特别是封印术方面 但奈何老爷子是玩近战的 根本没给十星施展魔法的时间 另一边 提娜带着克莱横跨 无数汪洋前往龙岛 路上还时刻提醒克莱 在龙王面前千万不要乱说话 不然光是龙威就可以粉碎他的灵魂 克莱却表示 为了仙雅 别说龙威 即便是前世的漫天神佛 他也不会畏惧 不久 他们来到了龙岛 遇到了看守的黑龙 一见面就是龙像 好在提娜出手抵消了攻击 黑龙见提娜身上有人类 当即想抓了当下韭菜 提娜表示 这是自己的朋友 随后 黑龙摆好攻击姿势说道 你若打赢我 就让你们进去 突然 一道无比沉重的威压传来 让黑龙放行 面对族中长老的命令 黑龙只好停止了攻击 而刚刚的威压 让克莱感觉此刻自己的灵魂都在颤抖 随后黑龙将他们带到了龙王面前 眼前的巨龙有多强大 克莱无从知晓 但他光是体型 就是提娜和黑龙的十倍之多 龙王开门见山道 听说你找到了龙皇的骸骨 克莱随之从提娜头上跳下 说道 尊敬的龙王阁下 我有个不情之请 我想用龙皇的骸骨换取一样东西 龙王扶着下恶表示 你想要什么东西 可当龙王得知 克莱想要的是龙灵草时 顿时龙年大怒 一股无形的威压笼罩了克莱 一旁的提娜 连忙劝阻克莱收回刚才的话 但克莱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咬牙顶着龙王的威压 势必要得到龙灵草 突然龙王轻轻一震 庞大的威压瞬间消失 龙王俯身望着脚下渺小的克莱 他很好奇 究竟是什么事可以让克莱不畏死亡 克莱说出了事情的缘由 自己并不是贪图龙灵草的神孝 只是为了救自己的妹妹 龙王文言明白了克莱的意图 并表示自己可以给克莱龙灵草 但是得先让他看看龙王的骸骨 是不是真的在克莱手中 克莱也不是三岁小孩了 只是口头承诺 怎会交出骸骨 克莱和龙王距离力争 想要龙王的骸骨 就得先将龙灵草给他 不然即便生死盗销 他也会先将骸骨毁掉 龙王文言并没有发怒 而是赞许道 真是狂妄的小子 龙王将仙雅带走了 让克莱去外面等着 他会用龙灵草制好这个丫头的 可若是克莱欺骗他 他将会亲手撕碎 克莱和仙雅的灵魂 克莱文言只是和龙王对视着 这个威严神俊的青年 竟然是强如神明的龙王 克莱在龙王带走仙雅后 一直在外面局促不安 心中更是担忧不已 突然一声熟悉的叫喊 将克莱心中所有的忧虑 通通扫去 下一刻 活蹦乱跳的仙雅 一路小跑奔向了克莱 将他紧紧的拥入怀中 克莱见仙雅这么有活力 也是松了口气 但还是询问仙雅 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仙雅表示自己不仅痊愈了 而且体内的魔法 充盈到快一出了 随之仙雅小手一挥 就要给克莱表演一下 顷刻间 一股暴裂的血红之力 冲天而起 克莱见状惊叹不止 因为这股力量 已经达到了高级魔法师的水准 而且仙雅释放的法阵 连克莱都没有见过 而一旁的龙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龙灵草乃是龙王力量的结晶 此刻的仙雅 不止继承了龙王的力量 还继承了龙王的智慧 过不了多久 人类第二个魔法帝就会出现 随后 克莱也按照承诺 将龙王的骸骨 放在空间界的事告诉了龙王 虽然龙王对他的小聪明很不喜欢 但不得不承认这个做法很明智 而后 龙王要求克莱跟他前往一个地方 龙洞内 龙王从无比威严的龙区摇身一变 克莱不能离开自己身边 不然里面的威丫顷刻间 就会将克莱的神魂湮灭 而后 龙王带着克莱冲进了传送门中 此时这里翱翔着诸多巨龙 并且每条龙的威丫 都不弱于克莱身旁的龙王 想来他们都是来参加龙皇的葬礼的 突然 克莱发现此地竟然有龙灵草 还没等他惊叹完 龙王就让他把龙皇的骸骨拿出来 下一刻 硕大无比的龙骨出现在众人面前 而此刻 还暗淡无光的龙骨 下一秒就焕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而这时众龙王发出了凄凉悲气的龙影 想来是为了祭奠死去的龙皇 仪式结束后 龙王向克莱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克莱虽嘴上说着没关系 但他还是想再要一颗龙灵草 用来解除自己身上的封印 龙王并没有拒绝 只是提醒道 这里的威丫怨念极强 若你踏出我的防御 可能刹那间就会被撕成碎片 克莱却并没有害怕 只要龙王同意就行 下一刻 克莱就冲出了龙王的防御阵 直奔龙灵草 一旁的众多龙王 都认为克莱过于贪婪 必定会付出代价的 但龙王并不这样认为 从克莱之前表现出的沉稳 以及能力来看 克莱绝不是鲁莽之辈 另一边 克莱正要靠近龙灵草时 这里残留的龙族怨念 刹那间就包围了克莱 但好在是火系龙魂 只要用相反属性抵抗就有机会 随之克莱掏出水灵丹 一口咬下去 一股磅礴的水元素魔力 轻刻间迸发 将克莱牢牢地包裹在其中 两个龙王见词也不得不承认 之前是自己看走眼了 而克莱仰仗着水灵丹的保护 轻松地拿到了龙灵草 但此时更多的龙魂冲向了克莱 危机关头 龙王替克莱挡下了攻击 而傲娇的龙王表示自己 可不是为了救克莱 只是 好奇克莱之前吃了什么东西 可以突然爆发出 如此强大的水元素之力 此刻克莱也明白了龙王的意图 说明了自己研制的 众多灵丹的用途 下一秒 尖伤附体的克莱说道 这东西 对于龙族可是一劳永逸的好东西 不幸可以去问题拿 而众龙王一副捡道宝的模样 直勾勾地望着克莱 望着龙王们急不可耐的样子 克莱心想 这不是逼着我发财吗 我可不是这种人 龙王闻言一经 要知道他的族群中 有许多族人都到了修炼的瓶颈期 尖伤附体的克莱一副 难办的模样说道 这药剂很难练的 而且有人已经预定了 违约的话 可是要支付一大笔违约金的 而后转头一脸殷勤地表示 龙王们只需要多付出 一点点的代价就行 两军交战之际 什么出城方式最帅 那当然是驾驶着巨龙 从天而降 龙王们自从得知克莱的药剂 可以永久性地提高龙族的体质 随后就让自家的族人 在提纳这里登记购买 不知不觉间 队伍越来越长 提纳望着看不见镜头的长龙 心里默默地叹了口气 好不容易把药剂都卖完后 提纳拖着疲惫的身躯 离开了城堆的金山 望着如此数量的财宝 提纳却不能私吞分吼 这让爱财如命的提纳 心里无比惊讶 而克莱却和一帮龙王 在龙学里吃喝玩乐 提纳虽心里直犯嘀咕 却不敢说出口 毕竟台上的这些老家伙 各个都是一方龙王 宴会结束后 克莱向龙王表示了歹谢 一方面是他救了自己妹妹 另一方面是他又给了自己一棵龙林草 龙王闻言拍案而起 说道 我们龙族才应该感谢你 谢谢你帮我们带回了龙王的事故 随后龙王拿出了一个龙脚送给克莱 当他想起之时 无论克莱在哪里都会得到龙族的帮助 并且里面蕴含着一只光明系龙王所有的魔物 当克莱完全驾驭这个龙脚时 便可以使用出光明礼赞 克莱此时也明白了这份礼物的价值 传说中 这件事可以拥有几乎无穷的体力 即便是冰死之人也能迅速复原 放眼整个大陆 能使用光明礼赞的也不过区区十几人 就在克莱震惊之余 龙王抚摸着他的额头说道 我在你的身上看见了赤诚和善良 我相信终有一天 你会站在这片大陆的巅峰 不久之后 提娜带着克莱和仙雅离开了龙岛 路上还随随念 真好啊 你这一趟可真是赚得盆满钵满啊 克莱听了提娜酸溜溜的发言后 抚摸着他的后背说道 别酸了 我给你留了两颗水灵丹当作补偿 提娜文言瞬间扫清了刚才的不满 转头对着克莱就是一顿恭维 此时 仙雅却发现了异常 暴风城中似乎有两支军队正在交战 而这正是石星家族和龙雪家族的队伍 无可奈何的国王正在中间劝驾 此时 军队中的骑士发现了天空中有条巨龙 随后 提娜帅气的降落在两军之间 一声龙啸震慑了在城的所有人 一众歧视瞬间胆寒不已 就连国王也是心惊胆战 下一刻 克莱的父亲猛的冲过去 抱住了克莱和仙雅 因为他们以为石星害死了克莱 正准备大举进攻石星家族给克莱报仇 此时 国王和石星走了过来 国王表示 还好你及时出现 不然暴风城就要施衡遍野了 克莱文言当即把石星所做之事告知了国王 知道事情缘由的国王 正准备向石星大主教兴师问罪至极 石星却小声说道 陛下 您还有心思怪罪我 还是想一想克莱身后的龙族该怎么办吧 小心你的王位不保 国王文言也是反应了过来 如今的龙血家族 有了巨龙的帮助 实在过于强大了 随后向着达尔说道 此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就此打住呢 达尔表示 收兵没问题 可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 随后国王转头 一副心疼不已的模样望着克莱 表示 他将会封克莱为王国一等男爵 还再三强调这个地方和精灵国比铃 克莱文言当即答应了 家官进爵本该是高兴之事 可达尔却一副不爽的表情 而克莱也察觉到了 父亲表情的微妙变化 作为一国之君 当你正在城堡内 呼呼大睡时 一睁眼 发现一只巨龙盯着你 这时你会是什么心情 此刻龙血家正在发生大战 精灵母亲正和达尔吵得不可开交 其原因是 达尔没有及时阻止国王的诡计 眼睁睁地看着克莱被送到伯拉兹行上 而这个地方虽然地广物貌 但大部分都被魔兽和义务占据 所以十分荒凉 仙雅也明白了 这那是封上 分明是流放 教训完达尔的精灵母亲 此刻正眼眠而起 因为去往那里的贵族 都是非死即惨 他担心克莱也会变成那样 下一刻 文讯赶来的老爷子 手持宝剑准备先批了自己儿子 再去找国王求情 此时 克莱一把抱住了自家爷爷 表示没关系 老爷子俯身蹲下询问道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克莱紧握双全表示 他当然知道 正因如此 那里才是自己历练的好地方 老爷子文言有些犹豫 渴望着克莱真挚的眼神 最终还是同意了 而这正好是克莱想要的结果 国王歪打正着成全了他 随后克莱驾驶着提娜 前往了国王城堡 既然国王对自己起了杀心 那克莱自然不会让国王过得舒服 提娜飞过城堡时卷起的大风 惊醒了国王 当他起身查看 那来的大风势 发现一只巨龙正在窗外怒视着自己 刹那间双腿发软 瘫软在地 此时克莱出现在巨龙身上 国王见到克莱 这才松了口气 克莱表示自己马上就要走了 想带着巨龙熟悉一下暴风城的环境 国王却听出了言外之意 难道你要把这条龙留在暴风城 克莱说 自己和巨龙签订了协议要供养他 但伯拉兹过于荒凉 还要缴纳大量税收 只好把他留在这里了 随后克莱还表示 巨龙很喜欢国王陛下 以后每天晚上都会来找陛下玩的 国王听克莱这样说 连忙白手表示不用了 随之决定将伯拉兹的税收全免 只要把龙带过去就行 但克莱并不准备就此打住 继续说道 这里距离伯拉兹路程遥远 巨龙的肚子可撑不到哪里 国王闻言当即表示 自己再额外出二百车粮食 克莱见国王如此慷慨 也没有再为难他 行礼后就和巨龙离开了城堡 独留国王在风中凌乱 此时克莱正和提娜 吐槽着国王的小心思 提娜却提出了疑问 他觉得克莱并不是贪财之人 克莱解释道 自己并不是贪财 只是想要自留 作为一方之主 当然不能受制于他人 此番只是为了告诉国王 自己不是好欺负的 提娜听完克莱的解释 心中暗自负费道 人类都这么复杂的吗 片刻之后 提娜将克莱送回了龙血家 并向克莱告别 毕竟雪山里还有他的财宝 随后提娜在黑夜中破空而去 提娜离去后 克莱也准备做自己的事情了 她从自己的空间界中 取出了九头蛇的头骨和大量金币 以及趴在金币堆中呼呼大睡的威娜 被克莱打扰美梦的威娜 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询问克莱干嘛 克莱表示别这么大的敌意 糖果在外面也可以吃 现在她要制作一个东西 需要威娜的帮忙 黎明时分 母亲望着空中用九头蛇头骨做的战车 惊不发人失色 当财米老妈不由分说的抢走你的成果 你会怎么办 当然是含泪给她了 克莱通过一晚上的努力 终于是将九头蛇的头骨改造完成 精灵母亲见状不可置信 仅仅一个晚上就完成了 而且车上还附有七级魔法 但克莱不是被封印了吗 这一切都多亏于威娜的帮助 只要威娜向魔盒注入一次封信魔法 就能让这蛇骨车平稳前行一天一夜 百公里仅花费一颗糖果 简直是经济又实惠 精灵母亲闻言 一把将克莱拥入怀中 不曾想 昨日还嗷嗷待哺的小屁孩 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而后美丽的精灵母亲画风突变 对着克莱一脸鸡贼的说道 要不拿两辆车孝敬一下 我这当娘的 克莱却不敢说一个不字 只能含泪望着母亲 拿走自己辛苦制作的小车车 就在克莱埋怨苍天不公之时 仙雅出现在她的身旁 克莱突然一分为二 一边说着这辆车不需要马匹 一边询问仙雅 为何在这里 而乔却只是举起手指 做了一个虚声的动作 克莱见状也明白了 母亲为何无故扣留自己两辆车 以克莱目前的爵位 只能使用两匹马的规格 若是再被国王抓到把柄 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而仙雅因为龙龄草的缘故 留在暴风城也会有危险 随后克莱用最高礼仪 誓言礼 来感谢母亲的良苦用心 并在心中下定了决心 不久的将来 她必将成为这片大陆上最强悍的力量 城墙之上 国王和老爷子以及石心大主教 正在目送克莱离去 老爷子甚至将自己亲信桥 留在了克莱身旁 所以他并不担心克莱会遇见什么危险 一旁的石心心里却不爽嘛 因为老爷子在此 就是为了避免他和国王给克莱找麻烦 不过石心已经做好了安排 势必要让克莱到不了伯拉兹 随着士兵们的高歌 克莱一行人出发了 清风辖内 克莱正通过雷达实时传送回来的镜像 分析着一路上的情况 仙雅百无聊赖的趴在皮皮身上 询问克莱为何一直盯着水晶球 克莱解释道 这一路上都有人跟着他们的车队 乔文言并没有在意 因为这条路上经常出现劫匪 不过赶杰龙雪家族的还没有 随后克莱将手伸出了马车 望着外面临近的寒冬 克莱觉得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毕竟除了这一车的粮草和物资外 自己的巷上人头也是非常值钱的 随后克莱让乔帮他一个忙 克莱想将后面的人揪出来 越是临近伯拉兹就越是寒冷 夜晚的风雪更是肆虐 克莱一行人也只好就地安营扎寨 此时 一行人正注视着他们 而这帮人正是附近青峰侠的狼牙帮 其中首领名叫萨姆 武技白银中断实力 此刻他正和一个黑衣人商量着对策 随着黑影的消失 萨姆当即让小弟冲下去 下一刻 萨姆一行人就已经杀到阵营之中 随着萨姆手中高举的大刀 一名骑士顷刻间就被斩杀 刹那间 随时已晚 克莱已经将他们团团围住 随着克莱一声令下 重骑士分勇而至 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萨姆一行人 但萨姆并不准备就这样束手就擒 秉承着擒贼先擒王的道理 萨姆转头杀向了克莱 但克莱随手一个血系模仿 顷刻间 一个巨大的雪球出现在了萨姆头上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萨姆被压在了雪地之中 动弹不动 随着风雪散去 克莱走到了萨姆跟前 质问他谁是幕后主使 在风雪交加的野外 审问犯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肯定是当着他们的面 吃着火锅烤着肉了 克莱用计俘获了萨姆一行人后 萨姆秉承着职业操守 坚决不说出幕后主使 克莱见他是个硬骨头 就给他换了个审问方法 随后 克莱给自家骑士们端来了火锅 而他自己则在一旁弄着烤全羊 至于萨姆一行人 全部被他捆在了木桩上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享用美食 不得不说 这一招对于小编我这种吃货来说 太残忍了 眼见自家小弟快顶不住了 萨姆怒斥着众人 就在此时 克莱拿着刚烤好的羊腿 来到了几人面前 还故意站在了上风口 随后几个小弟撑不住了 连忙向克莱求饶 萨姆却还是嘴硬道 一帮叛徒 克莱让手下放开了刚才求饶的几人 还给他们留下了火锅 几个小弟闻言一路狂奔 还不忘回头对自家老大说道 食食物者为俊杰 我们会给老大收尸的 而后 克莱拿着大羊腿 走到了萨姆面前 引诱着他 闻着扑面来的香味 萨姆止不住的咽口水 随后 刚刚还铁骨蒸蒸的萨姆 下一秒也大快躲移起来 瞧望着眼前 吃得津津有味的萨姆 一脚踹飞了他 怒斥道 别光吃 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而萨姆一口没咽下去 差点就被美食噎死了 好不容易缓过来后 说道 换坐以前 我肯定不敢杰龙血家的车队 但今年大雪来的太早 入山的鸡鸣太多了 这也是没办法 克莱文言感到了疑惑 难道他还收留鸡鸣不成 谁知 眼前的这个山贼头头 竟真的收留了大批鸡鸣 为了养活这帮人 又恰巧碰见一人说 龙血家的小鬼 要带着车队路过这里 乔听见萨姆叫自家少爷小鬼 当即拔出了宝剑 吓得萨姆连连后退 克莱却并没有在意 让萨姆接着说 其他的都是让这些鸡鸣当手下 不听话的就送去当奴隶 而萨姆看不惯他们的做法 于是受到了众山贼的排挤 克莱摸着下巴说 想不到你竟然还是个义匪 算你运气好 我正准备扫荡清风侠所有的山贼 萨姆文言大惊失色 当即表示这是不可能的事 克莱并没有急着反驳他 而是和萨姆打了个赌 随着克莱手心一挥 一把宝剑出现在了眼前 克莱承诺 若他输了这把剑就归萨姆了 可若是他赢了 萨姆就得永远效忠自己 望着守中龙族的魔法剑 萨姆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随后乔府身蹲下 向克莱说道 清风侠一手难攻 要不要绕道而行 克莱却表示坚决不能绕道 因为他要通过这次 将幕后主使揪出来 更何况这次说不定能发一笔横财 还不用上交给老妈 岂不是美滋滋 随之克莱吩咐乔 去挑选几百精兵 他要夜袭清风侠 乔望着克莱如此果断的决策 心中仿佛看见了 龙雪家的光明大道 不久 克莱通过雷达 发现山贼们此时警戒极为薄弱 随之吩咐乔案计划行事 几百人的队伍 就这样在雪地之中 缓步前行 路上萨姆还表示 自己只是带路的 遇到危险掉头就跑 克莱文言也没有管他 此时 一个魔法师发现了克莱一行人 随着他手中光球的生气 山贼们都被惊醒了 克莱见状知道有人通风报信 于是下令 所有人都以最快的速度 占据有利位置 做好防御工作 此刻 趴在克莱头顶的威娜 询问道 真的不撤退吗 克莱却紧握双拳 别人都送上门了 为什么要走 传说中 十极魔法光明礼战 可以瞬间恢复几方伤势 成倍的增加力量和速度 是团队作战的神兵戾气 克莱一行人在得知行踪暴露后 并没有选择撤退 瞧望着如此数量的山贼 劝解克莱应该尽快突围才对 但克莱却有自己的想法 他想让乔在此 拖住山贼 他需要时间去做一件事 萨姆当即表示克莱疯了 区区几百人竟想拖住上万人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乔没有拒绝 而是笑出了声 这种自杀式的战术 他闻所未闻 可他选择相信克莱 随着乔的一声怒吼 龙穴骑士团向着山贼冲去 克莱则趁机拉着萨姆 奔向了另一个方向 而这一幕也被山顶的魔法师看见了 对于他而言 独自行动的克莱更容易对付 此时 威娜也注意到了魔法师 并向克莱提醒道 这个人是七级魔法师 不好对付 随之威娜想把力量借给克莱 但克莱却拒绝了 因为他早已发现了那人 而威娜的力量等一下 还有其他用途 至于身后的魔法师 克莱已经想到了对策 随后克莱从空间界中 取出了一个药剂 就在魔法师靠近之际 克莱将药剂猛然洒向了他 而这竟是九头蛇的毒液 下一刻 魔法师像没事人一样 一把掐住了克莱 可刹那间 魔法师的身体迅速腐烂 他惊恐地望着双手 询问克莱对自己做了什么 而克莱也解释道 我不是说了吗 让你别动 越是使用魔法 九头蛇的毒液越是猛烈 克莱话音刚落 一名七级魔法师 就这样消散于世间了 萨姆不可置信 一凭毒液就解决了七级魔法师 克莱却却并没有和萨姆都废话 而是让他快点带路 不久 两人来到了一处牢房 这里的守卫寥寥无几 克莱一个藤蔓树就解决了他们 等他们走近时 才发现这里哀嚎连天 克莱连忙和萨姆分头救人 当克莱踏入牢房时 里面的人并没有很惊讶 其中一位年长者走了出来 表示即便他们获救 在外面也会被饿死 不如留在这 被山贼迈到别处 起码还能活命 克莱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想让这群人 跟着自己去往自己的领地 老者闻言一惊 眼前这几岁的孩童 竟然有封地 随之克莱大手一挥 说道 我可以免去你们所有的税收 只要你们跟我走 众人闻言兴奋不已 当即答应了克莱 而后 克莱还让灾民们 去把山贼的粮食和财物分了 表示自己什么都不需要 下一刻 一群人乌泱泱地冲向了库房 并呐喊着克莱的威名 一旁萨姆表示了疑惑 你把东西全分出去 怎么大赚一笔呢 克莱也是淡然地笑道 我这不是正在大转特转吗 无论在哪里 人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 这里的灾民 可以让伯拉兹在短时间内 成为这片大陆最富庶的地方 随后克莱将九头蛇的毒液 交给了萨姆 他自己则跑回去帮助龙血骑士团 萨姆虽然不喜欢听从他人的指挥 但克莱却给他一种不同的感觉 而另一边的战场上 龙血骑士团正被一众山贼发生血战 眼见就快顶不住了 乔却依旧相信克莱的决策 挥刀指挥着剩下的战士们 突然间一声龙啸响彻了战场 骑士们的伤势也瞬间痊愈了 力量和速度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乔感受着这股磅礴的魔力 知晓了这是十级魔法 光明里赞的力量 让他惊叹的是 自家少爷不是还在封印中吗 为何能使用这种级别的魔法 真的不会对身体造成损伤吗 三级魔法师强行使用十级魔法 会有什么后果 不过支离破碎 神形俱灭罢了 克莱就完灾民后 及时赶回了战场 在威娜的协助下 克莱强行使用十级魔法 光明里赞帮助龙血骑士团 在光明里赞的协助下 骑士团所有人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随后再次杀向了山贼 反观众山贼群 望着刚才还奄奄一息的骑士团 瞬间恢复了伤势 甚至连冰死的几人都完好如初 心中难免有些忌惮 而后双方又开始了大战 虽然有威娜的协助 可毕竟是十级魔法 如今的克莱不过是个三级魔法师 需要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只是催动一下 肉体就已经开始破碎 一旁的威娜健壮连忙让克莱停下 不然片刻就会行神俱灭 克莱却表示没有关系 随之掏出了精灵族最厉害的恢复药剂 眼前的一幕让克莱想起了当年 自己独自一人面对诸天神佛 就如同现在只有几百人的龙血骑士团 面对数万之多的山贼群 所以克莱不想重蹈覆辙 今天即便是生死盗销 光明理在也不能停下 随着克莱吃下药剂 刹那间 磅礴的魔力源源不断的充斥着全身 此时的克莱兴奋不已 原来统领一方远比独自逍遥更为畅管 不知过了多久 这场战役以龙血家族全胜收场 不仅没有伤亡 还全见了山贼群 捎擦了擦肩上残留的血字 准备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克莱 随之乔兴奋的奔向了他 可是当他碰到自家少爷时 下一刻 全身破裂不堪的克莱重重的倒在了血地之中 乔望着眼前奄奄一息的克莱 心头一震不知所措 另一边 营地之中 仙雅和皮皮正百无聊赖的等着克莱 可突然间 望见乔抱着克莱慌忙的跑了过来 皮皮和仙雅连忙询问发生了什么 乔迅速将一切告诉了两人 并将克莱放在了舌头车中 望着昏迷不醒的克莱 乔害怕的浑身发动 若是可以 他甚至希望自己能够代替克莱去死 一旁的皮皮当即打断了乔的个人表演 说道 他只是睡着了 不是死了 随后表示 虽然不知道克莱什么时候醒过来 但自己可以让克莱清醒片刻 下一秒 皮皮平住呼吸 在腹部吞了大量的气 随后一声怒吼 还伴随着千年口臭 一起袭向了克莱 刹那间 克莱就苏醒了 一拳就奏飞了口臭攻击的皮皮 随后 虚弱不已的克莱 拿出了之前向萨姆承诺的魔法剑 并向乔吩咐了一个任务 过了不久 克莱一行人又启程了 但此时又有一群人虎视眈眈的盯着他们 下一刻 一群骑士快马加鞭的冲向了龙雪家族的车队 但乔却丝毫不慌的吹了个口哨 随着乔发出信号 山上顷刻间滚下了大量的木桩 这帮骑士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脸的惶恐 山顶之上 萨姆高举着魔法剑 吩咐手下狠狠的砸 随后 圆圆不断的木桩滚下了山坡 脚下的头头还一脸不屑的表示 区区几个木头就像拦住我们 可话音未落 一个庞大的身影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仙雅坐在皮皮身上说道 若是你们活着回去了 就告诉石星 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随着仙雅话音的落下 他发动了魔法 紧跟着轰隆一声巨响 两边山顶都发生了雪崩 在大自然面前 这帮骑士团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顷刻间便被淹没在了大雪之中 事后 仙雅双手插腰 趾高气扬的问道 怎么样 我厉害吧 乔当即表示了赞同 他也没想到 仙雅居然是个如此厉害的魔法师 随着此次危机的解除 他们终于可以抵达伯拉兹了 在这个弱肉强势的世界 人们为了得到力量 可以牺牲什么 黄化之术 可以在短时间内将自身潜力爆发到极致 而与之付出的代价是寿命 很难以复合的反噬 克莱一行人在解决了种种危机后 终于抵达了伯拉兹的边界 而克莱因为过度透支魔力 正陷入昏迷之中 可就在此时前方突然一声巨响 众人当即严阵以待 不出所料的话 又又又是嫡妻 眼前这个手持三十米大砍刀的家伙 自称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皮鲁 而他的坐骑也是只六级魔兽 地形龙 乔剑撞当即驾驶着战马冲向了他 反观皮鲁一脸邪笑 下一刻 他的坐骑发动了长蛇攻击 乔感受到了危机 立即跳离了 可他的战马就倒霉了 被魔兽一个透心凉 乔眼间自己的战马被杀 握着宝剑的双手又紧了几分 两人的初次交手势均力敌 谁曾想皮鲁静说 自己可没有和老家伙打架的爱好 乔文言当即暴怒 不知道四十岁是另一个二十吗 随后砍向皮鲁的剑影中 掺杂了一丝埋怨 虽说乔不喜欢眼前之人的说辞 可他总感觉这个人的招数似曾相识 果然 将还是老的辣 乔帅先击落了皮鲁的头盔 一帮小弟当即跑来查看老大的伤势 皮鲁却不耐烦地说道 随后一众看似凶猛 实则呆逼的小弟 高声怒吼着冲向车队 而被克莱魅力所折服的萨姆 此时站了出来 双方当即大战起来 一帮山贼VS一帮土匪 可当真是戏剧化的一幕 乔并没有管身后发生的乱战 反而思索着 眼前这人的招数到底在哪里见过 可突然间皮鲁轻轻爆起 连盔甲都无法支撑 瞬间支离破碎 随着他的一声怒吼 磅礴的嗜血之力爆裂开来 整个人的身形也暴涨了几倍 仿佛顷刻间就可以摧毁一切 随着红眼特效的加持 乔剑状大惊失色 这家伙竟然是狂战士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披鲁狂话后的重击已经接踵而至 刹那间 乔就口吐鲜血 整个人如炮弹般飞了出去 一旁正在交战的小弟 此刻还有心情解说道 这就是我们老大的狂话 厉害吧 与之交手的萨姆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不该吐槽了 眼见自己老大击飞了桥 众小弟当即士气高涨 反观骑士团则连连败退 弱小无助的仙雅 只能祈祷克莱快点醒来 或许是见不得自家妹妹哭泣 亦或者是不想徒增伤亡 在仙雅喜极而泣的注视下 克莱苏醒了 狂话后的毗鲁势不可挡 一路冲到了粮草车上 此刻的他 肆意地散发着狂话后的力量 虽说会付出不小的代价 但看着这一批物资后 他觉得物超所值 下一刻 苏醒后的克莱闪亮登场 手持卷轴说道 这么大火气 天干物燥 小心火灼啊 随之借助卷轴的力量 一记猛烈的水柱攻向了毗鲁 将它整个裹在了其中 此刻的毗鲁还嘲讽到 区区一个水魔法而已 但下一刻 他就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在这水牢中 会不断地吞噬力量 即便是狂话也难以信命 克莱随之解释道 这是精灵族的水宝宝 最喜欢你这种狂话后的怒气 虽说不会危及生命 但也够你受的了 被困在水牢中的毗鲁 听见此话 也只能无能狂怒 至于剩下的这些小弟 除了人数众多外 并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能力 被克莱随意的藤蔓树就击飞了 随后克莱急忙扶起了 身受重伤的桥 并下令所有人快速突围 前往伯拉茨 而这帮小弟也真的是忠心 只顾着就自家老大 完全忘了打劫的事 等毗鲁好不容易 一从水牢中脱逃时 克莱一行人早已逃之夭夭 另一边 伯拉茨行省内 国家税务官 卡拉图 正端着酒杯 一脸猥琐地等着克莱 当你新官上任之际 面对权贵送出的糖衣炮弹 你会怎么应对 克莱摆脱匪徒后 立马拿出了恢复药剂 给身负重伤的桥服下 随后让萨姆将剩下的药剂 分发给受伤的将士们 当桥喝下药剂后 一股磅礴的生命力猛然爆发 只是轻刻间 桥便苏醒了 随后猛然起身 询问自家少爷有没有受伤 如此忠心的下属 让克莱心头一暖 而端着要剂的萨姆 不乐意了 指着桥一顿鼠落 要不是少爷醒了 就凭你 我们早去西天了 克莱此时也打起了圆场 说道 这不能怪他 对方是剑圣之子 还有个六级魔兽辅助 确实不好对付 克莱从刚才 毗鲁使用的力量 知晓了一切 他就是与自家老爷子 同为剑圣的卡洛之子 乔文言也反应了过来 怪不得自己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的招数 在多年前 执行大主教 以莫须有的罪名 赶走了剑圣卡洛一族 当老爷子回到暴风城时 他们已经不见踪影了 乔抓耳挠塞道 作为大陆制强者的剑圣 为何要让自家族人 在此当劫匪呢 萨姆笑嘻嘻地表示 这有什么好苦恼的 抓一个问问不就知道了 克莱则认为 在没有搞清楚状况前 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不久 龙穴家的车队 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城中 此时克莱认为 与其纠结实心的阴谋 不如先解决这里的内患吧 此刻 马车外人山人海 大家纷纷高举横幅欢迎克莱 仙雅高兴地接过花束 表示这里 可不像是所谓的落后山区 简直比暴风城还要热闹 不久 税务官卡拉图 也跑来假惺惺地欢迎克莱 还热心地带克莱前往府邸 克莱惠心一笑 当即明白了他的意图 随后 卡拉图带他们来到了一处豪华 奢靡的地方 还一脸殷勤地表示 这里有着数不尽的惊喜 等着克莱去挖掘 而身后的萨姆 早已被一旁的香味所吸引 他连忙跑到水池边 当他大口品尝池水时 才发现 这里的喷泉竟然是酒 还是价值不菲的好酒 突然 一条性感妩媚的美人鱼 从喷泉中一跃而起 一把抱住了萨姆 表示自己 可以满足各位大人的所有要求 不用想也知道 萨姆一定已经身陷其中 随后 空中飞来一位清纯靓丽的少女 卡拉图介绍到 这些都是异族的少女 并表示 这里的一切都是克莱的 他拥有绝对的支配权 克莱也听懂了他的意思 自己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出了这个门 就是他的地盘了 随后 美丽的异族少女端来了美酒 但克莱的注意力 却在少女的胸口 难道他 也是像我这样的老色皮吗 当然不是 他注意的是少女胸口的符文 当即羞红了脸 连忙尖叫着往后退去 克莱连连白手表示他误会了 卡拉图虽表面很平静 但心里早已恶开了话 他认为克莱只不过是个 没有尝过雨水之欢的小屁孩 糊弄起来易如反掌 而后知道解释不清楚的克莱 当即逃离了现场 在克莱走后 卡拉图对着一族少女说道 妙利 你真不愧是一族酋长的女儿 突然 卡拉图挑逗着他 一脸邪笑地表示 你要清楚谁才是柏拉茨真正的主人 给我好好地照看这个臭小子 而克莱逃离射死现场后 躲回了房间 并准备用雷达的实实景象 好好欣赏一下柏拉茨真实的模样 随着雷达的离去 克莱在水晶球中 看见了柏拉茨人民真正的生活 完全是水深火热 民不聊生 克莱当然知道这里奢靡的一切 都是卡拉图故意为之 当一个妙龄少女 突然闯入你的房间 说自己是爱事情的 你会怎么做 抵达柏拉茨后 克莱通过雷达知晓了人民真正的生活 还发现了之前打劫自己的皮鲁 克莱当即让雷达通知了桥 千万别让卡拉图发现了 随着一声滑坡夜空的阴体 房门突然被敲响了 克莱连忙询问来者何人 下一刻 异族的清纯少女妙利 探出了头 并羞答答地表示 自己是来事情的 克莱被吓得贪坐在地 毕竟上一世的她也未经人事 面对这种情况 总会知道如何应对 谁知妙利抱着一本童话书 一脸呆萌地说道 少爷喜欢听什么故事呢 克莱望着眼前单纯的少女 正认真地翻阅着书籍 难道是自己想歪了 不过克莱思索片刻后 也是明白了一切 卡拉图绝不是 让她来做这件事的 她不过是想通过装傻充愣 来保护自己罢了 眼前的少女如此聪慧 克莱知道自己 可以和她合作一番 随后向妙利询问了 胸口符文的事 妙利表示 这是奴隶的符文 伯拉茨所有的异族都有这个 在这里 异族人只能沦为奴隶 想离开也不行 克莱双手环抱 询问为何不反抗 妙利无力地表示 我们做不到 符文的力量源于教会 属于信仰之力 即便是最强大的狂战士 也无法反抗 克莱也终于明白了 作为剑圣之子的毗鲁 为何要在这里当劫匪 随之克莱将灵力汇聚于掌心 顷刻之间 妙利的奴隶符文就被消除了 并向他承诺道 自己会让这里成为自由的国度 所有人都将享有自由 妙利震惊不已 因为以往的领主 都是和卡拉图同流合污 随后妙利深情义吻 用于表达这里 所有异族人的感谢 不然 乔不合时宜地 带着皮鲁冲进了房间 此时 四人八目相对 皮鲁更是气愤 想不到你小子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听见此话 妙利第一个不答应 一个箭步冲过去 将皮鲁高高举起 毕竟能够在这种环境下 明哲保身的少女 怎会是泛泛之辈 乔也向克莱 表示了自己的震惊 随后克莱让妙利 放下了皮鲁 自己想和他好好谈谈 皮鲁却一脸都不屑 随之克莱表示 之前都是误会 明天就是自己的上任大典 有个计划 需要他们配合一下 妙利当即代表了 整个异族答应了 皮鲁虽嘴上硬下 但心里还是不服 因为他经历过太多的欺骗 只能寄希望于眼前的这小子 与以往的酒囊饭袋不一样 第二日清晨 卡拉图早早地跑来请安 克莱装作一副 没有睡够的模样 表示真想再睡会 卡拉图当即表示了自己的想法 若是克莱将领主的权限交给自己 那么克莱就可以不用管这些繁琐之事 每天都可以自由自在 逍遥快活 克莱也顺着他的意思 说 有道理 等一下我就把权限给你 卡拉图一脸邪笑 心里乐开了花 小孩子就是好哄啊 随之克莱要求卡拉图 将所有的亲信叫来 自己还是得认识一下 卡拉图当即答应了 片刻之后 上任大典中 卡拉图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文件 克莱此刻也不陪他演戏了 因为准备工作已经做完了 表示 你就是这样匡骗以往的领主的吗 卡拉图心生不妙 随之克莱掏出了一份文件 而这正是解除奴隶制的文件 以及驱逐这里所有人的法令 卡拉图气得浑身发抖 想不到自己竟被一个小孩耍了 随后 克莱高举龙雪家族的印章 重重地盖在文件上 此刻起 这帮实行走狗的统治 到此结束了 这里将会是一个新的国度 新的事件 卡拉图顶着大肚子表示 实行大主教的力量遍布天下 克莱不会笑多久的 但克莱并没有和他成口蛇之快 当即下令 将这里所有的人都押回暴风城 听后发露 随着克莱话音落下 乔带着一大帮骑士冲了进来 即便被俘了 卡拉图依旧叫嚣着 自己拥有庞大的军队 早晚会回来的 克莱淡病地表示 他们也得打赢了狂战士和异族再说 卡拉图不可置信 因为他一直监视着克莱 他怎么会有时间去解除奴隶封印 克莱并没有跟他解释 卡拉图只需要知道 一个全新的国度即将诞生 而且清风侠的两万难民也快到了 不久的将来 伯拉茨将会成为富可敌国的地方